這個正念禪修念佛學會 要成立有個目的 就是將佛法真正 要怎樣技術上來推廣它 普遍到我們一般人都可以在這裡用功 這個正是禪修會的目的 正念是最先要發心發起的一個念頭 在正念禪修當中 它可以發揮的地方 可大可小可淺可深 就要看我們的功夫做到哪一個程度 正念就是精進的開始 亦都是屬於精進最好的一個結果 在我們人生當中 禪修念佛是個開始 不只是念佛 正念念佛 念法 正念念憎 正念念天 正念念報師 這些都是正念要做到的事 所以在佛教當中 經典講有六年處都要應該正念正諸去實行 所以正念禪修學會 是一個真正由正念禪修念佛開始的一個會 希望這個會的成員成立起來 是真正落實在容功上實實制製 將自己的個性和習慣有所精進 有所改善 這個出發點就是我們的初衷 就是我們的目的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